在最高法院宣布推翻宪法保障堕胎之后 全美各大城市都开始了支持堕胎的游行 但是洛杉矶的游行却发生了一点诡异的气氛 有两伙人在此发生了奇妙的相遇 首先出场的第一伙人是一群家长 带着自己年幼的孩子走上街头举着牌子 抗议最高法院的堕胎决定 那么另外一伙人是所谓的裸体活动家 这群一丝不挂的裸体男女抗议的是化石燃料的使用 化石燃料包括煤、汽油、天然气等等 这些人就为了环保 就在洛杉矶的大街上光着屁股骑自行车 那么这两伙人在街头的相遇 碰撞出了一丝诡异的奇妙火花 尤其是对于那些被家长拉着去的年幼儿童来说 小孩在看这些没有穿衣服骑自行车的人 他们手里拿着自己也不明白的牌子 嘴里喊着自己也不懂的话 回头再看看这些不知道在干什么的人 这些环保主义者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身上不穿衣服 但是脑袋都包得特紧 有蒙在头上的那些布料 怎么着也能缝个裤衩穿吧 也不知道他们平时上班不开车 不坐公交 也是光屁股跑来跑去吗 他们自己都根本做不到什么杜绝使用化石燃料这种事 而且这种毫无意义的羞耻的行为 只会影响到那些走在路上的小孩给他们年幼的单纯的思想造成冲击 那么这些孩子会出现在街头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家长支持堕胎 所以他们也会被拉着一起去抗议 那么在最高法院宣布把堕胎的决定权还给各州之后 有13个共和党州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随即触发了触发禁令 触发禁令的意思就是这些州已经提前拟好了法律 就等着最高法院这一次一举推翻呢 最高法院那边一推翻 这13个州的法令就被即刻触动 30天内就会自动生效 这设置了触发禁令的13个州 包括爱荷达州 犹他州 怀俄明州 北达克他州 南达克他州 德克萨斯州 密苏里州 俄克拉荷马州 阿肯色州 路易斯安那州 密西西比州 田纳西州 和肯塔基州 那么另外呢 还有五个是没有触发禁令的州 阿拉巴马州 乔治亚州 南卡罗莱纳州 俄亥俄州 和爱荷华州 他们已经通过了自己的堕胎法律 但是后来呢 又被废除了 不过没关系 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 现在这些法律 在这五个州就很容易生效了 那么对于红州生效的这些法案 可想而知 左派是多么的气愤呢 左派在国会里的 绘花 最聪明的AOC 开始呼吁钻法律控制 红州不让堕胎 没关系啊 我呼吁 我们现在 马上在红州的联邦土地上 开堕胎诊所 你确定吗 红州的联邦土地 联邦公共土地的划分 主要上是什么国家公园啊 河川的山脉啊 自然保护区 湿地 野生荒地等等 所以他在说的意思就是 在优胜美帝那样的地方 建几个堕胎诊所吗 还是说要在总统拒职下面 搭个帐篷给人堕胎 你还真别觉得这个想法傻乎乎的 伊丽莎白沃伦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跟AOC都商量好了 人家真就说了 呼吁堕胎诊所 Plan Parenthood 去国家公园里搭帐篷给人堕胎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和伊丽莎白沃伦在对话之后 她在推特上发表了这样一个推文 说我刚刚采访了伊丽莎白沃伦 她建议拜登政府 在国家公园的边缘地带 建立堕胎诊所 Plan Parenthood基地 下面是伊丽莎白沃伦说的 她说 他们可以放一些帐篷 放一些接受过训练的人员 在那里帮助那些需要堕胎的人 现在就是应该宣布 医疗紧急情况的时刻了 宣布医疗紧急情况 你是说因为不允许杀人 所以你要宣布医疗紧急情况吗 当然在国家公园里面 什么搭个堕胎诊所 搭个帐篷这种事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新闻简报会上 有记者针对这件事提问 白宫发言人也已经回答了 说别想了 那不可能 那不给搭帐篷堕胎 那咋办呢 那就吃药吧 AOC在推特上面发布了一系列的堕胎指南 来教那些身处红州的怀孕女性 如何使用药物来堕胎 他在推特上面发布了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是专门提供堕胎药来帮助怀孕妇女堕胎的 在这个网站上面呢 列出了很多这个网站会送药的地区 那第一栏就写着那些没有禁止堕胎的州 比如说像是加州啊等等啊 说可以为在这些地区的女性提供米菲丝酮和米索前列唇的堕胎药 那么在下面的第二栏呢 紧接着就写到说 如果要是在美国的其他州 言下之意就是那些有堕胎禁令的州 要怎么拿到这些堕胎药呢 他们想出了一个逃避法律责任的办法 说如果你身处红州 那么就要让欧洲的医生给你来开堕胎的处方药 然后再由印度的药店开药出来 大概要花两到三个礼拜的时间 快递就会把这样一个堕胎药送到你们家的门口 那这样的费用呢 是在95欧元或者是在110美元之内 之后下面还写了一行字说 如果你负担不起这笔金额 请告诉我们 我们将努力的找到解决方案 哇 真是慈善机构呢 为了帮助女人杀死自己的小孩 不惜用这样迂回的战术 动用国外力量来达到目的 那口服的堕胎药真的安全吗 在这个网站上 我看到了一个极其恶心的视频 是教那些买了堕胎药的孕妇 拿到这个药之后 应该怎么使用 有没有病毒的孕妇 有没有病毒的孕妇 you can spit out any remains of the pills three hours later put two pills of misoprostol under your tongue and keep the tablets there for at least 30 minutes usually bleeding starts after four to six hours after the first dose of misoprostol but it can start as early as after one hour but sometimes only after 12 to 24 hours you may experience pain cramping bleeding that is heavier than a menstruation with blood clots women can also have nausea bomb vomiting diarrhea and chills after three weeks take a pregnancy test to confirm the pregnancy has ended if you have any of the following signs of a complication you should immediately go to the doctor heavy bleeding bleeding that fills more than two regular maxi pads per hour for two hours or more fever 39 degrees Celsius at any point or 38 degrees Celsius that continues for more than 24 hours strong or persistent pain that does not go away within a few days after the abortion and even after you take painkillers if you go to the hospital you can tell the doctors you think you had a miscarriage the symptoms and treatment are the same for miscarriage or abortion 我不知道你看了之后是什么感觉我好害怕在视频的结尾 这个视频里面这个女生还说说如果你有服用药物要是有不舒服 你要去看医生的话那你就跟医生说你是不小心流产的因为流产和堕胎的 症状都是一样的对因为都是死人了所以孕妇产生的症状会是一样的那么这不仅仅是对杀死的小孩的不负责任 这更是对自己身体的不负责任 my body my choice 我的身体我的选择这就是这些人的选择吗 您可选择用这样伤害自己又杀人的方式也不要一个健康的身体以及一个被祝福的孩子吗 AOC作为国会议员居然在鼓励犯罪 而且还帮这些人找到一个什么境外可以邮寄药物的网站 很多保守派的人一直都会在这个堕胎法案里面强调说 你们都误会我们了 虽然大法官呢做出了这样的裁决 但是保守派的州没有不让你堕胎呀 只不过是有限制而已呀 被强奸了你们还是可以照样去堕胎呀 我们不需要承认他们的ideology 生命就是生命 杀人就是杀人 在杀死人这个问题的立场上面并不需要为了讨好或者是不得罪人或者是避免被骂去改变你的说法 我知道很多事情发生的缘由非常复杂很糟糕 但是一次错误再加上另外一次错误不能够复复得正 只会让已经是受害者的女生遭受二次伤害 甚至造成永久的身体和心理的疾病 美国的独立宣言中强调 人皆生而平等 享有造物主赋予给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人皆生而平等 生命从受孕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产生了 这个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 不管你的出身是如何 不管你的父母是谁 不管你是贫穷或者你是富贵 不管你妈妈是不是当初被强奸了之后 然后怀了你 不管你这个人是否残疾 全部的生命都是神赋予每一个人不可剥夺的生命权 这些生命跟我们都没有任何的区别 他们也都应该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选择生命而不是选择死亡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 在左派的人身威胁和充满咒诅的游行下 并没有影响到大法官对于堕胎案最终的判决 哪怕是Brad Kavanaugh 是我们大家心中可能认为最软弱的那一位大法官 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判断 最高法院的几位保守派的大法官顶住了压力跟社会舆论 为了保护生命做出了符合宪法的决定 那么除了堕胎案之外呢 他们在周一的时候又判决保护了宗教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案件 6月27号一起关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案件终于沉冤得雪 要说起这个案件就要回溯到2015年了 一位海军陆战队退役的老兵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 他从2008年开始就在华盛顿州的布雷默顿高中担任美式橄榄球的教练 那么这么一位橄榄球教练在他去布雷默顿高中上班之前 他就做了一个祷告 他向上帝承诺说他会为了每一场比赛都来向神献上感谢 感谢在这一场比赛中球员们取得的成就 也感谢神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接触到橄榄球这一项运动 那么当他真的去学校上班了之后 他就一直持守着对神的承诺 比赛结束了之后肯尼迪教练就单膝跪地 静静的在那里祷告 感谢神帮助这些球员们打完整场 他每次祷告都是跪在球场的50码线上末倒 大概用15到30秒左右的时间 而这样的行为呢 他也一直持续了长达7年 教练在每次比赛后 跪在50码线向神献上祷告的行为 也感动了学校的孩子们 学生们主动的聚集过来 问老师说 老师我们可不可以跟你一起祷告呢 那肯尼迪老师就告诉他们说 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你当然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但是万万没想到 就是这样简单的 自愿聚集起来的赛后祷告 却激怒了学校的员工 在2015年的9月份 学区的教育主管发了一封信 称现在的学校已经开始着手 调查他这种赛后末倒的行为 是不是违反了相关的条例 之后学区就判定他的确违反了条例 命令禁止他在赛后末倒 由于不愿意打破对神的承诺 尽管学校已经下达了命令 但是这位老师 还是坚持在比赛结束后 独自跪在球场的50码线上 进行简短的末倒 但是他这样违抗命令的行为 带来的后果是 学区给他休了行政休假 不允许他再以任何的形式 参加任何的比赛 从此之后 肯尼迪教练就在接下来的赛季中消失了 之后针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 宗教言论自由的法律诉讼开始了 案子先去到了地方法院 但是地方法院站在了学区的这一边 然后再往上打 打到了第九巡回法院 第九巡回法院也选择站在学区的这一边 这就是为什么 这样一个简单的 明显的 关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案件 居然会打到最高法院 周一最高法院的官方推特发文称 最高法院与这位高中橄榄球教练站在一起 最高法院六胜三负的裁决表示 公立学区禁止教练赛后在球场上祈祷 侵犯了教练的言论自由和自由从事宗教活动的权利 这个案件的多数意见是由最高法院大法官Neil Gorsach 撰写的他写道在这里一个政府寻求去惩罚一个人 因为他参加了一个简短的安静的个人的宗教仪式 他的行为受到了第一修正案自由从事宗教活动和言论自由 条款的双重保护 在这里政府提出了完全错误的观点包含了强制调查和强制打压 这个案件一直从2015年打到现在终于得到了最终的符合宪法的正义的判决 这一位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的橄榄球教练喜悦的心情可想而知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他对这个判决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心情 I really don't know what to say I just can't stop smiling And thank God and thank everybody that supported me And I found out that I'm not insane It's absolutely true of all the facts of the case And it just feels good to know that the First Amendment is alive and well It just proves that this is America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applies And nobody should have to worry about You want to thank God You can do it now And it's just an awesome thing for everybody 宪法的权利得到了保障是非常值得开心的事 可是奇怪的是 不论是宗教言论自由还是生命权 都已经明明白白的写在了宪法里面 这个橄榄球教练在球赛过后祷告的事情 甚至根本就不应该到最高法院 因为不管是哪一个法院 甚至是个人 只要你看过宪法 你就会明白这是宪法里面明确保障的权利 虽然这个路程很曲折 打官司花了八年左右的时间 一路从地方法院打到了最高法院 但是这一路的过程中 没有一个法院给出符合宪法的审判 尽管这个案件是这么清楚的 关于侵犯了人民 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 不过这也好 这一次的案子到了最高法院 在全国都引起了瞩目 这也是再次宣告了 在美国任何侵犯人民宪法权利的事都不应该有一席之地 堕胎法案也是一样 也是因为大法官们能够按照宪法判决 所以这个案件能够被公正的审判 这一次堕胎权也能够顺利的得到翻转 各个兰州现在都在筹划要如何更加推进堕胎法 就比如说加州 在周一的时候 州议会就以58票对16票通过了参议院宪法修正案 SCA10 这个说的是大月份堕胎 把可以堕胎的权利一直扩展到了所有怀孕的阶段 这个将会在11月8号的投票中出现 供所有的加州公民投票决定是否要通过 让我们继续祷告拦阻 并且用我们的声音和我们的力量 去传播生命的神圣和重要性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 我是弗丽莎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